好,我們要再來看到這個畫面 最近應該大家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普丁他拆車 然後載著金正恩 兩個人有說有笑的 開了什麼車 就是普丁去訪問北韓的時候 送給金正恩的伴手禮 俄羅斯版的勞斯萊斯 俄製的豪車 好,這個車很厲害 EUROS這個SENA 那這個車,據說 大家都說它是俄羅斯的勞斯萊斯 本來還要賣到歐盟去的 但是剛好就俄羅斯戰爭開打之後 就沒得賣 但是這個車,據說非常厲害 到底是有多厲害 真的做得出勞斯萊斯嗎,俄羅斯哥 對,沒錯 最近普丁到北韓去訪問 那兩個國家還簽了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協議 就是說以後你們只要有一方被打的時候 我們另外一方都要支援對方 那當然是表示兩個國家 是真的準同盟關係 那既然是同盟關係來說的話 就要做一些不一樣的行動 那於是原本他們要去坐這個車子 因為這一次普丁有送一輛 這奧羅斯的車子送給金正恩 他就說那這樣好了 原本是他們要坐後面 但是普丁就臨時起義說 那我來載你好了 所以你看到普丁就坐上這個駕駛座 你看載著這個金正恩 你看金正恩這個表情 我不知道他是害怕還是怎麼樣 還是很驚恐還是怎樣 不知道 然後他們開車的過程裡面 你看他們開車過程裡面來說 沿路都是有修剪過 都是整理得非常好的一個狀況 好 那開到這個去城的時候 是由這個普丁開 但是回程的時候 就變成是金正恩在普丁 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滿有意思 那代表就是說 不要只有我嚇到 我也讓你嚇一下 這樣的感覺 但是至少表示 他們兩個關係是不錯的 那大家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覺得有意思是說 他車牌 他車牌是7 27 1953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所謂的兩韓的 所謂韓戰的停戰的 這個協議的簽署日 所以他等於是用那個 當成是他的車牌 好 那我們因為這一次 普丁到這個 北朝鮮去訪問的時候 他送他這台車之外 還送了一個茶具 還送了一個海軍上將的 這個匕首給他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那金正恩總是要回正 那金正恩回正什麼呢 你看就回正 一對這個風山犬 對 那個狗很可愛 因為我們知道說 其實普丁很喜歡狗 他常常養很多隻狗 他以前不是來弄狗 來嚇這個梅科爾 對不對 他身邊都很多隻狗 那送給這個 普丁 普丁看得是滿開心的 那事實上 這就有一點 他們的所謂動物外交 因為北韓 其實沒有什麼太多東西 可以送給人家 所以他常常送 風山犬給外國的元首 因為風山犬 算是北韓的特 北韓的特有種 好 那事實上 2018年的時候 因為當時兩韓的 這個最高領導人 有見面 那當時他也送了文在寅 送給他一對 結果沒想到 文在寅養 養到後來 他不是要離開總統府了嗎 那這個風山犬 你要不要養 他就說我不要養了 怎麼這樣 因為他沒有地方可以養 他變成平民 如果是還在總統的時候 當然是總統會有人幫你照顧 那現在我要卸任 我不想養 我推給尹錫悦 結果你覺得上台之後 這是人送給你 我也不要養 所以後來就把這個原本金正恩送給這個 文在寅的一對風山犬 後來就到寵物醫院去了 那寵物醫院後來也不想 就是說覺得 我們這樣養他也很麻煩 後來就把他PASS到哪裡 PASS到這個光州的這個動物園 所以等於是 市長這狗是流浪狗 被丟來丟去 變成是道動物園 讓人家看的一個狀況 我如果是金正恩 我應該很不爽 不過現在為止 本來金正恩跟男孩的關係就不好 因為文在寅已經下台了 那我們就講這台車 這台車說他是俄羅斯的驕傲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在原本的普丁 他的總統坐車都是用賓士加長型 然後在2018年的時候 他們的國產的車子 AURUS這個車廠就說 那我們做了一台 類似是外國版的勞斯萊斯 你可以看到他其實蠻氣派的 樣子跟勞斯萊斯真的有點像 然後就送給他 所以未來的時候 從2018年開始的時候 他就坐這個車子 那這個車子來說 是用這個V12的引擎 傳言這個引擎是由 AURUS公司 跟這個保時捷互相的合作 做出來的 那他最大馬力約莫900匹左右 那當然既然你是總統坐車 一定有一些不為人知的 這個神秘的這個科技 聽說他的外層有所謂隱身塗料 所以這個車可以隱形是不是 他是這樣說 但是這個到底怎麼隱形 我們還是看得到他的樣子 我是看得到 還是說在什麼美國的無人機 或許在雷達上面是沒有辦法 但是肉眼是看得到的一個狀況 然後另外就是說防護等級 聽說他的防護等級是VR9以上 但是這個也無從考證期 因為他都沒有公佈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的話 因為這一次 他除了送給金正恩車子之外 他還送給他們的電動車 就是護衛車隊 除了你要有大車在前面跑 旁邊要有護衛車隊 所以就是補丁全套送給他 對 都送給金正恩這樣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就講 現在AURUS的在俄羅斯算是不是很普遍量產的車子 但是他們準備要量產了 那你想他們工廠從哪裡來 他們工廠從之前接收的TOYOTA工廠 因為你知道2022年不是俄羅斯真正開打的時候 很多在那邊的國外的廠商就離開 離開之後反正TOYOTA工廠 那就Pass吧 就Pass給一個叫NAMI的公司 NAMI公司剛好就是AURUS的母公司 所以他就說那我們就空下來 在聖比德堡的廠就開始讓他生產 讓他這個AURUS生產 那除了我們高級座椅之外 他們還要生產一個所謂的民用版的產品 那未來你也可以客製化訂購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訂得到的話 或許你可以買一台來試試看 但是要進台灣恐怕很難